日本文化Q&A 大家好 大家好 イノエです 今天是日本文化Q&A的第六次 那今天的題目是 跟日本人交往 日文會進步嗎 因為之前有一個學生問我 跟日本人交往 會不會日文進步 那大家也應該有聽過 學語言最快的方式是跟外國人交往 那真的是這樣嗎? 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經驗還有我的看法 那對於就是這個問題 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 但是我個人覺得 大家跟日本人交往不一定日文變好 因為如果你交往的對象是會講中文 這樣的話就是用不到日文 當然日文不會變好 那有可能就是一開始剛交往的時候 就互相學習 然後互相學習鼻子的語言 但是通常在一起久了 就會選擇兩個人比較輕鬆的語言 就是會找共同的語言 那如果今天交往的對象是不會講中文的話 共同語言變成日文 這樣的話生活中會用到日文 所以你的日文變好 但是我的經驗來說 就是我有跟台灣女生有交往過 那時候我的中文比較好 所以我們的共同語言就是自然的 就是變中文 對 那在一起久了 我全部都聽得懂女朋友的 女朋友講的中文了 但是發現我跟其他台灣人聊天的時候 聽不太懂就是其他人的中文 這代表什麼呢 我發現一個人用的單字是不多 所以女朋友講的單字還有女朋友講話的方式 我都聽得懂 但是跟其他人聊天的話就不行 對 所以我想如果大家跟日本人交往 也會有同樣的問題 比如說 聽得懂自己男朋友的日文 但是去公司跟日本人的部長聊天的時候 聽不太懂他在講什麼 對 那怎麼樣才能更進一步的把自己的日文變好 換男朋友跟很多人交往 就這樣不行 對 就是 跟各種年齡的人 還有各種背景的人 更多的接觸 對 因為日文 就是 老人的日文 還有年輕的日文 男生的日文 女生的日文 都有很大的不同 對 所以 嗯 跟日本人交往也是不錯 但是 更重要的是 跟更多的日本人接觸 然後跟他們學日文 是 應該是學日文的一個秘訣 OK 這是我的想法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想的 OK 那就今天到這邊 今天也累了 那大家也早一點休息吧 今天晚安 下次再見 別的 再見 拜拜 如果有任何公司是在这里,您可以��ine按钮做的文章, 然后 magazine前面,如果有任何公司是在通知的文章吃文, 如果有任何公司的文章就要留意来信公司, 是费会的文章就好, 很尽量 observing下午计算下午,